我不说你不懂 让凯莉帮你说 凯莉让你懂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健康超给力 凯莉让年生变美丽 好 这个礼拜后 最大的一个热搜新闻话题 就是前立委黄一娇先生 他从他自家的住处呢 不幸的坠楼身亡 享年69岁 那么我们大家印象 回顾他的过去 还有黄一娇立委呢 他基本上他是一个 外表就是英姿挺拔 然后又是宋楚瑜的爱将 那当然呢 也是媒体的宠儿 像凯莉我之前也采访过他 好多女记者都围绕了他 那当然呢 他有女性缘 有演员长得帅嘛 所以也是有一些 桃花感情 甚至像宝宝事件 都要上了一些 这个媒体版面 但是很多人传设说 从他的一些 最后的对话记录 或者是跟友人 传了一些讯息 似乎有一些 忧郁症的一些警讯 那所以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如果呢 忧郁症的患者 他要面临要清真的时候 其实只要一个动作 你就可以阻止 他清真这个念头 是什么动作呢 还有 你身边如果忧郁症患者的话 你应该说什么样的话 对方忧郁症患者才能够接受 还有不应该做哪些事 不应该说哪些话 反而会导致 忧郁症患者会更刺激他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 都为他大家一并 来慰教分享给大家 不过在首先 在新闻一开始 还是照惯例的 先来看一下 我们本周的 全球医疗新闻重点 我们首先还是要先关心一下 这个COVID 新冠肺炎在全世界 目前已经累积确诊人数 已经高达到 6亿2千万人口了 然后死亡的人数呢 累积到650万人 那现在秋冬季节 这个天气渐渐变冷了 那截至这个今天呢 10月20号 那我们国内呢 本土新增3万9千多人确诊 然后累计呢 目前累计的确诊 光是台湾已经有734万人 那死亡的人数呢 目前国内有1万2千多人 好 然后再跟大家再讲一下 那么在卫福部呢 最近在这个礼拜 也发现了国内首例的 白日咳的确定病例 这个是在北部 有一个国中的一个男生 10多岁 那他已经接种了 5合1的相关疫苗 所谓的5合1就包括 白猴白日咳破伤风 B型视觉感军 还有就是小儿麻病疫苗 这位这个国中生的男生呢 他已经注射过了5合1 可是呢 还是有这个白日咳的这个 这个症状发生 那同住的家人有4个人 有一个人有咳嗽症状 其他3个人没有症状 但目前呢 在整个社区 他所接触过有44个人 虽然还没有症状 可是呢 都进行健康监测 那机关署也强调 如果接种疫苗 是预防白日咳最有效的方法 那目前我国提供 婴幼儿呢 在出生满2 4 6 18个月 以及满5岁 至入小学前 各接种一剂白日咳相关疫苗 所以在这边提醒 家中如果你有婴幼儿的民众的话 务必要按时 带您家的小朋友 预防接种 这个5合1是基本上是公费的 以前 以前凯莉我 但我们家小朋友还得要自费 现在5合1都是公费的 好 所以这样才可以获得 足够的保护力 好 再来看一下 这次卫福部这个礼拜 所颁发的一个新的消息 就是 住宿局社区市的照顾机构 延长定期筛减 措施到11月30号指 这个就是因为 指挥中心 他们说 这个各类的住宿室 还有社区型的照顾机构 必须要定期公费快筛措施 要延长到今年的11月30号 但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Omicron的亚型变异株 BA5还有其他的新型变异株 目前还在全球扩散 那么有鉴于我们这个国内的边境 已经逐步开放 所以很多一些比方像长照的机构 我们主要像住宿室 跟社区型的照顾 就像是一些长照机构 老人福利机构 或身心障碍的福利机构 精神复健机构 或者精神护理之家 儿少的安置机构 或者是一些农民之家 等等的 这些都叫做社区型的照顾 所以我们会延长到 他整个定期快筛 两岸三地 非常这个著名的男神 古天乐这个礼拜 居然爆出说 他神经坏死 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 大家都非常的紧张 因为他之前拍戏颈椎受伤 就在18号的时候 他就赶快在 他的个人这个社群就发文说 其实也没有外界那么严重 他意思是说 如果他再不处理的话 医生跟他讲 你神经就要坏死 好 另外再来看一下 最近天气越来越凉了 因为秋天已经到了 那秋天的时候呢 很多人就有一些 肝眼症上升了 那有医生就说 除了补充叶黄素之外 还有几个成分不能少哦 来 我们大家就知道 这个秋冬季节 不要说皮肤干 眼睛也会干 所以呢 有眼科医师就说 如果要改善肝眼症的话呢 必须要查明肝眼的原因 通常可以分为是缺水性 缺油性 或者是混合型三类 什么是缺水性呢 就是他主要的 他是我们人 自己的类液分泌不足 类腺分泌不足 那这个什么方法解决呢 你可以用人工类液 每天呢 照三餐或一天四次来 固定去点它去补充 那另外缺油的这个肝眼症呢 就是你的皮脂分泌不足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你的眼皮的这个眼检板 功能可能阻塞 或者是不良 那所以这个话可以去用一些 现在目前市面上一些诊所 会用麦充光啊 在眼检板上进行深层的加热治疗 或者平常按摩一下 好帮助眼检板分泌 油脂功能恢复正常 那这个情况就能慢慢改善 好所以呢 那除了补充叶黄素之外呢 还有也可以多补充一些虾红素 或者是维他命A的这个 一些保健食品 也可以帮助干眼症 好卡丁在这边跟他讲一下 我们眼睛会干 其实要补充维他命A 我们目前在坊间 药局都要卖维他命A的这个软膏 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我本身也是干眼症 因为我做过雷射 那雷射的话呢 它的副作用就是眼睛会干 那我在之前在美国 在做医护人员的时候呢 美国有卖到油性的那类液 可是台湾很不幸的没有 台湾只有卖像凝胶状的 但是台湾我觉得还是不够湿 那就多补充维他命A 或者是你可以点 晚上睡觉的时候 可以点维他命A的软膏 睡前点一次 那隔点早上起来 眼睛就比较湿润一点 所以入秋 马上要这个 已经限于入秋冬的一个季节了 听大家 如果你做过雷射治疗 眼睛做过雷射治疗 或者说开过刀 或者说是 你平常就是3C的重度使用者的话呢 偶尔还是眼睛 看一个一两个小时休息一下 然后多补充水分 然后呢有必要的话呢 就可以补充 像刚刚说的 维他命A 或者是叶黄素这些保证时评 这个礼拜最大的新闻 应该莫非只要打开手机 或打开电视 一定就会看到 前立委黄一娇 不幸坠楼身亡的 这样一个新闻事件 那其实提到黄一娇 前立委 其实我之前也采访过他 我其实蛮震惊的 因为我以前看到了他呢 因为之前我是跑财经的 那我会去立法院 那有时候也会采访他 那看到他呢 其实就是颜值很高 长得头发也是疏的 油油的 然后音质焕发也很潇洒 那当然很多女记者都围绕在他身边 那他口条也很好 所以当时候呢 他也是亲民党主席 宋楚瑜的爱将 也担任过 时任的一个新闻处的处长 还有担任过亲民党的发言人 那当然因为颜值高嘛 又英姿这个鼻挺的 所以当然除了有女记者 很喜欢采访他之外 还有就是像一些民女人 像周宇科小姐 或者像是何丽玲小姐 这两个我也采访过 没有什么采访 对这两个我也采访过 之前这个宝宝事件呢 也是轰动一时 那可是呢 后来黄一娇前立委 他后来下了政治舞台之后呢 就是好像你在公众场合上 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那最近一次呢 就是我们在看到他 就是不幸倔了的事件 到底他有没有忧郁症的 这样一个病史 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我们从他跟友人的一些对话 还有一些最后的一些 传的一些照片 似乎可以秀得出一些蛛丝马迹 好像是有忧郁症这方面的倾向 那如果今天您自己 或者是您身边 有这样的一个症状 或者是一个倾向发生的话 该怎么办 也许你周边也有一些朋友 他有忧郁症想说 我感觉就是一死百了了 那如果是一死百了的话 他正要准备跳楼的时候 或想要做轻身动作的时候 您知道吗 其实只要一个关键的动作 您就可以去阻止 这个不幸的事情发生 是什么动作呢 好等一下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呢 会请医生来教大家 哪一些事千万不能说 千万对忧郁症患者不能做的事情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 都会为大家一一做解析 我们赶快来欢迎 今天现场请到了 林口长庚医院精神科专科的主治医师 林黄丽医师欢迎 谢谢主持人 那线上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虽然我们不知道前立委黄一娇呢 她本身到底有没有忧郁症 这样一个疾病困扰了她 不过我们从一些她给友人发一些对话 或者她传一些图一些蛛丝马迹 是不是可以嗅到那么一点点 好像有这样的倾向 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是黄一娇前立委她说呢 这个是黄一娇呢 在她坠楼之前呢 然后几天前跟她的好友白彬彬 然后直接就说 她说请你多多照顾我的女儿 还有呢我们看到 她也传给另外一个友人 她说在这普罗众生的世界 很多人是人前显贵 人后受罪无需羡慕 利益纷争为考验过的友情方能长久 应该后面是长久 还有一个她还传了一个贴图 黄一娇先生 她直接在这个群组上面 就贴一个叫做僧侣的姿态 她特别提到说 无论这个世界有多么散漫 总还有人在这保持一种姿态 无论这个世界有多少失望丑恶呢 总还有人在这个坚守净土 先请教一下这个林医师好了 到底忧郁症她的 怎么会有得忧郁症这样一个疾病呢 那到底忧郁症的症状有哪些呢 对 忧郁症这个名词 其实蛮容易让人家误解 因为大家忧郁症会讲说 忧郁症就是个忧郁的情绪 所以它就是只有忧郁的情绪的症状 但其实忧郁症它不是只有情绪症状 它其实包含有些思考的症状 然后这个身体的症状 还有生理需求的症状 那比如说情绪症状就是忧郁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但思考的症状是忧郁症的人 他会面临一些脑力的退化 思考的能力不如从前 对好像说他思考 要做决定的时候比较慢一点 或者说他想事情的话呢 会想很久 对 类似像这样子 然后身体症状有倦怠感 自律神经症状疼痛的症状 为什么他们还会有疼痛的症状 这个也是忧郁症常常被人家忽略的地方 这样子 比如说身体的觉得很疲倦 他没有办法解释的疲倦 他可能休息了很久 然后睡眠也很充足 但是他还是觉得 就是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提起精神 这就是一个身体症态的症状 那再来就是自律神经的症状 我想很多经历过忧郁症的症状的患者 他知道说他其实常常有一些 比如说他莫名其妙的头痛 莫名其妙的心悸 胸闷 或者是一些肠胃道的不舒服 他常常找不到原因 那这些其实他都跟忧郁症 有一些高度的相关 那再来说一些没有办法解释的疼痛 好像我们在医院当中 因为台里我也是医护人员 我们常常在医院当中 常常有些病人都是转介来到精神科的 他可能就绕了很多科一圈之后 然后那个内科的医生 之前医生跟他说 那我建议你要不要去看身心科看一下 才发现其他是忧郁症的症状 像刚刚林医师提到说 肠胃的不是 比方像是大肠 急躁症 或者说吃了头痛药 他说我偏头痛 可是吃了好久的止痛药 还是持续的偏头痛 或者说他可能永远的肩颈痠痛 他的确都做了一些伸展拉筋 可是还是觉得不舒服 这时候就会转介到你们门诊 忧郁症不是只有台湾才有 忧郁症包括美国也有 就是美国的地方 然后它盛行率也很高 可是你看一下 这个真正去求助的话 美国是一半以上都会去求助 可是台湾的话只有20% 就两层的人会想说 好我要去找医生或找心理智商师 可是美国不是美国他们就是有这个风气 他们也是会宣导 这样的一个概念说 只要你有任何的问题就来求助 所以美国的话是快要六成 对 可是台湾才要两成 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台湾的男男女女都比较好面子 是不是比较 我觉得这有点文化上的差异 文化上的差异 你看我们在终身盛行率上面 就是美国他调查起来 他的这个忧郁症的终身盛行率是有16.2% 那台湾呢只有1.2% 那不是说我们台湾这个生活过得很好 台湾人都很乐观 台湾人没有忧郁症 而是台湾人必谈忧郁症 必谈忧郁症 这跟我们文化有相关 对 都觉得说忧郁症好像是不好的 可能是见不得人的 我会说是 是这个可能会被人家闲言闲语的 其实不要这样想 你有任何 你只要把它想成 忧郁症是你的大脑生病就好了 就像你看我咳嗽 代表就是我的脂气管生病了 找出病因治疗他就好了 理因是特别 就是特别提供了这个影像 我们从这个影像学上面 这MRM 核磁共振 可以看到 真正有 这个是No depression的这个 patient 就是没有忧郁症的患人 我们去大脑用做 核磁共振看到是这样的影像 那有这个忧郁症患者 他大脑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也是 这个就是 这个叫做功能性的这个 MRI 它不是一般的MRI噪音 它是功能性的MRI噪音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正常的这个大脑里面 你可以看到在很多的大脑的区域 它比较亮的地方就是它功能比较正常 比较活化的地方 像是比较亮的地方 像黄色橘色 这是功能正常 对 那可是功能不正常就像这个蓝色 对 如果是功能比较不正常的话 你可以看到说 它在很多的脑区 我们不同的脑区 它会 会决定我们不同的功能 不管情绪的调节 我们的思考 语言 认知 对 你的心跳血压 这个消化 其实都跟我们的大脑在控制有关系 但是你看到忧郁症的患者 它一旦诊到忧郁症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牵涉到很多脑区上面的一个功能的失调 所以其实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所以我说不管它是前因或后果 但是我们在一旦进入忧郁症状态的时候 你就要想象它其实是一个大脑功能的一个失调 如果有发生有类似的倾向 其实还是可以秀出一些蛛丝马迹的 我们来为大家整理了 如果您自己或您身边周遭的家人或朋友 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症状的话 其实就可能要考虑一下 也许是隐藏了一个忧郁症的倾向了 包括第一个对所有事情都不热衷 或者是做事的动力或者效率下降 社交活动也不频繁了 那莫名其妙的 就是会编织一些莫名其妙的借口 甚至会过度沉迷某些事物 增加物质使用的频率 还有就是 smelling depression 这是什么 医生 smelling depression 就是说 就是像刚提到的 就是说 它人前会装得好像自己的状况很好 很热观 很阳光 对 然后因为他自己的知道自己的状况不好 所以他要反过来呈现另外一面去给大家看 这样子 那特别在这个现在这个社群媒体 很风行的时候 大家划开脸书啦 IG啦 都是很好的 都是去哪里吃美食啦 去哪里玩啊 好像是 得奖的画面 偷文 谁的儿子得奖了 我又是什么什么 对对对对 但是这些东西呢 其实都是一个比较表象的 甚至它是一个就是反过来的 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状况不好 所以他在跟别人社交的时候 在跟你相处的时候 他又展现出另外他的那一面 他怕别人知道他有忧郁的状况 那这点其实在 在我们身边的忧郁症的患者 其实还不少不少见 所以我的病人都会跟我说 我好像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我就要穿上一件这个快乐的衣服 去给大家看 那回家之后 我又把这个快乐衣服脱下来 如果您自己 或是您身边 家人或朋友 有忧郁症这样倾向的话 到底我们该怎么跟忧郁症的患者 来做对话 还有哪些事情是不能做 来我们先来 先来这个现场来示范一下 就是错误的方式 跟忧郁症患者对话 那我来示范这个忧郁症患者 林医师来这个示范 错误的示范 好 来开始 林医师我跟你讲 我真的觉得 我今天很不顺 老板呢 莫名其妙的骂我 然后我也没有做错的事情 我只不过慢一点 然后他就这样 一直骂 然后我真的是觉得人生 我真的对人生 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 我觉得怎么现在人 都变对我这么的坏 就是平常以前就是这样 你就做事就是比较慢 那就不积极 对啊 人家交代你十件事情 你可能做八件 然后最后两件拖到 后面才交给人家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是我不积极 是我做事本来就比较慢 好 我知道了 对啊 这 好 这个就是错误的示范 那为什么是错误的示范 因为刚才观众朋友 有没有听到 林医师他所呈现错误的示范 都在跟忧郁症患者 做批判的动作 比方说你就是不积极 所以你才被老板骂 才被老板挑毛病 然后你要 你就是不怎么样 一直在讲 甚至还把他的经验 就说你应该要怎么样 把他人的经验 套用在忧郁症患者 可是观众你要知道 忧郁症患者 他不会去想到别人 他现在在那个时刻 他是想到他自己 所以你不可以把别人 他人的经验套用在他身上 那个这样对话是一个 不是良性的对话 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帮助 那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个 正确的方法 林医师 我今天真的是 心情好不入 然后早上被老板骂 然后今天那个 又被开了罚单 我真的觉得人生 每天怎么都这么灰色 我觉得人生根本 干脆结束生命算了 大家都不懂我 你有这样子的想法 那你一定是 就是遭遇到很大的心情都不好 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啊 我觉得没有一个人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懂我 干脆我去死一死算了 那你就这样想法多久了 上个月就这个想法了 那有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让你就是好过一点 或开心一点 刚才那个林医师 他直接现场示范 他其实忧郁症患者 首先因为 他愿意跟你谈的时候 你就要呈现一个 开放式的问句 你不能给他封闭式的问句 我们在精神科上面 以前我们常常在 有些国考的时候 考试你一定要选那种开放式 什么叫开放 就是没有是或不是 要或不要 是或不是 要或不要 这就是封闭式的一个问法 就是你要不要吃这个 那你要不要出去走走 这些都不可以去问 你要直接问他说 那你今天觉得怎么样呢 你今天觉得如何呢 都没有出现要或不要 没有yes or no 这样的一个问句发生 那所以刚刚林医师 他直接就说 那你心情觉得怎么样 他让我这个忧郁症患者来讲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所谓的主动的倾听 主动的倾听 就是不是说 我想大家如果身边有人 会跟你抱怨一些 忧郁的情绪 他可能不是第一次跟你抱怨 他可能跟你抱怨十次了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你每次都跟我讲 同样的事情 所以你就会把耳朵关起来 但是听起来好像 有认真在听他讲话 但是其实没听他讲话 对 所以你会要主动的倾听 就是说你可以把他的话听进去 而且给他一些 feedback 然后再问他其他的问题 得到一些更多的 information 让他可以有一些情绪抒发的机会 对 如果这时候呢 你反而是都不听他的 然后用自己说 你就是怎么样很主观的去批判他 或说他的话呢 他就把他的心房就关起来 他就不跟你说话了 对 常常我们在医院看到很多忧郁症患者 他就是自己单坐在那边 他不想讲 所以这个关键把握 这个时机是很重要的 你首先要主动的去态度 主动的倾听 然后积极去陪伴他 好 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林医师 其实如果说您刚好 因为这次就是有媒体报导说 因为前立委黄玉教先生 他是自己走到顶楼上 自己跳下去的 代表他的自杀计划 其实是非常的坚决 而且他已经计划好 要这样做了 那可是这个时候呢 如果刚好有个路人甲 经过了目睹到这一切 如果是你的话 你说哪个关键的动作 可以阻止这样一个 不幸的事情发生 假设比如说我就 看到他这样子 就说先生先生 你那个 你女儿在找你 对 那不管他有没有女儿 他说我没有女儿 我哪里来的女儿 那他就可以跟你开启一些对话 你其实在当下 就去转移他的注意力 对 所以平常你在面对 有自杀意念的患者的时候 你就要去评估说 他生活里面什么是 把他推向自杀的原因 那什么事情是拉住他 不要去自杀的原因 那所以如果说呢 忧郁症患者正准备 要跳下去的时候 如果你是他的家人 是这个忧郁症患者的家人 你如果撞见之后 你应该说的是 就是说 等一下 你女儿有患 就是他重视 他那个重要他人 对 你要提到那重要他人出现 不要他如果这个忧郁症患者 他重视他的女儿的话 你说等一下 某某某某先生 或某某小姐 等一下 你最重视最爱的那个家人 他现在他要来找你 你稍等一下 对 所以呢我们刚刚听到 李医师讲说 其实陪伴忧郁症患者 除了像是主动的倾听 积极的陪伴 您特别还做一张字卡给大家 就是有四个不要不能做的事情 或说的话 还有四个是一定要注意的 对 是哪四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不要做就是 不要用敷衍及刻板的语句 比方说李医师 你就加油一点啊 你就坚强一点啊 你就想开一点 这些话都不要出现 都不要跟忧郁症患者讲 对 你知道我们常常都说这句话 就讲这句话的时候 就表示你不知道要接什么话 还有第二个就是 不要用虚假的保证 这个是什么意思 虚假的保证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 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比如说你是老板 你就说我一定这个帮助你这个 我一定让你的工作 变轻松一点什么什么什么 好帮助你度过这个忧郁症 结果一段时间来了 他和你还是丢一样的工作 所以你只是当第三个就是 你千万不要用批判的态度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你就是懒惰嘛 你就是没有好好做 所以你要做好就好了 那第四个就是 不要用他人的经验 套用在忧郁症的患者身上 这也是我们刚刚可以理解 我们刚刚有示范到 就是说 其实你可以学学隔壁的王妈妈 她儿子也是这样子 那你学人要多去运动 多去找一些生活的重心 可是你要知道 忧郁症的患者 他就是没有办法走出来 他需要时间 你怎么可以用别人家的小孩 套往他身上 你要有同理心 OK 所以千万不要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做什么样正确的行为 跟说话的方式 才能够让忧郁症患者 听进去他的心房里 同时会病情越来越好 第一个就是要主动的倾听 对 主动倾听 我想我们刚刚有示范过 主动的倾听就是说 当他愿意跟你说的时候 你要把他吸收进去 而且真的听进去之后 给他一些 feedback 然后再开放性的问句 或者是让他多说出一点心理的话 第二个就是要积极的陪伴 要多积极 还是要陪对不对 对 所以你要 可能可以创造一些机会 或者是创造一些他喜欢做的事情 即使比如说他 我整天就不想跟他讲话 我就想看电视 那你就坐在他旁边陪他看电视 然后跟他说 这个电视剧里面怎么样 这个新的剧很夯什么的 他不想跟你讲话 你就找一些话题跟他讲话 他觉得他不想要你陪他 你就想尽办法 或者是找一些机会去切入 那个就是积极的陪 第三个是要开放的态度 优医症的患者 首先他们其实是很畏缩自己的 我们在 像凯莉我之前在急性的 女性的精神科病房 在服务的时候 基本上常常看到他们就躺床 然后也不洗澡 也不刷牙 也不吃饭 瘦得跟皮包骨一样 我们这些护理人 都要拉他们起来 拉他们起来 做健身操 吃饭 他们这也就是都 完全一点就都不想动 所以你好不容易 要跟他讲话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握 这关键的黄金的这个moment 然后用开放的态度 积极的陪伴 还有主动倾听 最后一个是要想尽办法 怎么样 转戒 是不是 想尽办法转戒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当他排斥看精神科 当他不愿意承认他自己 有忧郁症的症状的时候 那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切入 比方说 比方说你可以用他 你失眠要不要去看一下 你这个肚子痛很久了 找不出原因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那这个 看一下精神科 看一下身心科 对对对 或者是说你这个疼痛已经很久了 那个那个红尽性体重已经下降很多了 最近好像身体变得比较疲累啊 要不要去做个检查 要不要去看一下身心科 我听说这个 身心科的医师好像对这个很可以处理 这样子 对其实台湾人非常不喜欢被转戒到 身心科 身心科 对 还有最后一个 注意陪伴者身心的症状 对对 下面这个 注意陪伴者自身身心科 自身身心状况 怎么说呢 这个注意是很重要 因为常常我们在陪伴忧郁症患者的时候 其实不知不觉 你也会产生自己的一些情绪 哦 那怎么办 当你自己情绪不是很好的时候 你要叫你什么主动请亲积极陪伴啊 什么这个开放态度 都很困难 是是是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寻求 不管是身边其他人的资源 大家一起来照顾这个忧郁症的患者 然后你如果自己出现身心状况的时候 你自己把你自己的压力把它调试好 再去照顾忧郁症患者 对对所以不要在你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去 去照顾 很多人想说 那我其实我还没有那么严重 那我想我会先不要去看医生 我会不会有一些支持团体 在平常的时候不要花钱的 是 来为大家来做个整理 其实我们在全台湾有各个县市的卫生局 卫生中心它有健保心理智商师 其实你只要刷健保卡 一旦医生评估你是有这样的一个倾向的话 他就会让你去用健保去看个 可能四次还是五次 甚至六次这样子 然后免费让你去看 每个县市都有 再来就是呢 你也可以利用比方说一些协会 比方像台湾忧郁症防治基金会 比方像肯爱协会 他们就办得还不错 另外还有董事基金会 就是之前戒烟的那个团体 那现在他们也有忧郁症的支持团体 还有中华忘忧草身心促进协会 这个是我在Google上面看到 他们非常大 就全部就跳到那个置顶 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活动来陪伴你 还有就是张老师专线1980 那1980张老师这边 如果你是中华电信的这个用户的话呢 不用钱 只有中华电信 就没有特别打广告 因为我有个朋友他是远传用手机打1980 哇那电话费很贵 所以如果你是中华电信的话呢 你就直接就不用钱 你就可以一直 那他全台湾每个县市都有 北中南有不同老师 甚至呢你一次讲不完 那还可以再约第二次固定老师 都可以就不用从头再讲一遍 因为我们医护人员 你说卡丽我怎么知道 我们是医护人员 我们自己电话都要尝试去打一下 自己要当病人然后去测试一下 还有就是生命线1995 如果你真的觉得心情很无阻 很忧郁的话呢 身边又没有朋友 不要担心 不要难过 更不要慌张 直接打生命线1995 还有安心专线 这是卫福部在疫情开始以来 1995他们叫依旧爱我 也是免付费的 另外就是来 医生可能要麻烦你挪一下 就是Facebook 你可以搜寻忧郁症的一些团体 关怀团体 也可以搜寻出来 甚至他们有一些 这个忧郁症团体 一些这个会员 他们会PO一些文 你看到别人的例子 你就觉得说 其实你自己病不是最惨的 还有人比你过得更惨 更想不开 这些所有的知识团体呢 基本上都是不用花钱的 给大家来做参考 再来就是说 那我们经过这么多的一些药物 或者说一些支持系统 家人陪伴之外的话 那我怎么知道说 医生啊 我这个身边的家人 或自己我忧郁症 其实病情是要好转喔 那好转的方法有哪些呢 你们也列出下来 包括第一个 加强防范自杀 这很重要 对对 因为其实 其实你知道 就是在忧郁症的患者里面 就是在统计上来说 最后 终身大概有10%的 忧郁症患者 他会死你自杀 所以这个是一个 其实相对死亡的率 还算很高 那平常怎么注意呢 怎么防范 防范自杀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你忧郁症控制好 所以24小时的陪伴 或者是说 还要跟他讨论自杀的原因 就像刚才讲的 你为什么有这个念头 甚至像我们遇到一些病人 还说 其实我不想活想死 我们接下来 护理人员 医护理人员说 那你有任何想要死法吗 我们就继续问 你不要避讳谈这个东西喔 尤其东方人去台湾人也说 我就要避讳 不要谈死 你不谈死 他明明就死给你看 你知道吗 你一定要去问他 他自杀计划是什么 那他现在计划到什么步骤了 你才能评估说 他到底是不是都已经 你什么木炭都买好了 火种什么的 地点都已经想好了 然后遗物啊 交代后世的 你这时候就可以去拉 去预估说他到底是 到什么样阶段 你才能去预防 千万不要去想说 我不要避谈 这是很触眉头的事情 千千万不要 我真的相信你是第一名毕业的 这个是非常正确的一个观点 因为台湾人很多人会去 必谈自杀 然后他会认为说 你去跟他谈自杀 会不会勾起他自杀的意念 他本来没有想 反而不然你这样一讲 他就自杀了 但是其实这个就是 你不去谈这个东西 不代表这东西不存在 你不去正视忧郁的问题 不代表忧郁不存在 因为忧郁症的病人 他本来就觉得 我在人生上是没有意义了 有我没我都没有都不重要 所以不如死了算了 你一定要了解忧郁症 他们的脑袋在想什么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 是不是不能不要避坛 搞不定一讲他 他等一下就死掉了 对 他自己都会想 再来就是说 你要跟他订一下自杀契约 转一下 对 我们医生很可爱 订一下不自杀契约 你的腰力很好 OK 订一下不自杀契约 不自杀契约 其实就是说 我们给他一个 叫做 就是一个拉住他的力量 因为你知道就是 遵守约定 也是我们人一个很潜在 一个固有的观念 一个谋约 对 那其实就是用你 跟他的这个关系 去把他拉住 就说 你答应我不自杀 就像我一个病人 他还蛮好的 他就是一直反复的自杀 然后就一直被 成功的揪下来 然后他有一次来跟我讲说 他说医生我决定 我要做一个 不自杀不自伤的 忧郁症患者 那契约不是说一定要 我要纸本上搭话 不是的 口头上也可以 我们打勾勾 比方说你跟我打勾勾 你真的不能伤害自己 是 这样很可爱的动作 忧郁症患者都会觉得说 哇 原来你是站在我这边的 因为忧郁症患者 他本身就觉得很孤单 那你跟他打这个 一个口头形式 或打勾勾的契约 他会觉得 你永远在我身边 你是站在我身边 再就是定出 找出生活重心 这个也很重要 就是说忧郁症患者 他因为他觉得 在人生已经没有价值了 他有他没他都没差 这时候你就要去找到 他的自我的中心 比方他之前 如果很擅长画画的话 我们是可以鼓励他画画 还有就是说 提升自尊跟自我价值 这样怎么提升呢 来 举例 其实我觉得第五个 第五个跟第六个 其实都是很像 那找出生活重心 我们刚刚讲 就是找出 拉住他不去自杀的 这个动力 那比如说他很重视他的女儿 或者是很重视他的太太 或是很重视他的 某一些人生的事业这些 这个就是拉住他的动力这样子 那有些人可能 他失去了这个东西 那你就必须要重新rebuild 重新建立他的这个 生活的重心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来吃 我们的凯莉医学堂了 那很多观众讲说 哇 现在秋冬的季节要来了 那我如何不要有 忧郁症的倾向呢 有没有哪些食物呢 可以避免让我能够快乐一些呢 来 现在坊间 很多一些营养师 特别就推荐说 抗忧郁症的食物 包括像是鱼油 但鱼油后你可能要大量的吃 就是要1000mg以上 一天哦 那什么厂牌都不限 你只要看我们那个 剂量要多一点 再来GABA 那GABA呢 它是有助于我们一个 稳定神经的一个化学物质 另外呢 还有维他命B群 那B群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稳定神经 让你整个一个情绪 能够很Calm down 然后呢 不会那么的焦虑 那再来就是均衡的饮食 什么叫均衡的饮食 其实均衡的饮食呢 就是以骨类为主 那建议所有的观众 多吃一些蔬菜 还有水果 水果不要太甜 那适量的鱼肉 肉蛋奶蛋白质 然后呢 少油少盐 然后呢 平常就是 减少煎啊 跟炸 好 那均衡的饮食 如果您达到以上四项的话呢 相信哈 即便是今年的秋冬 天气都是乌云 都是阴阴沉沉的 你的心情一定也会很开心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呢 林口长庚医院精神科 专科医师 林黄丽医师 来到我们现场跟大家分享 忧郁症患者的一些 倾向跟症状 还有 怎么去帮助忧郁症患者 甚至他可能有点这个警讯出来的 我们怎么去发现他 甚至哪些话不能说 哪些话 哪些行为不要做 那应该要做正确的方法 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做示范了 也非常谢谢 我们的林医师 来到我们现场 非常谢谢你 好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 欢迎您订阅按赞分享 那同时呢 在我们的这个画面上方 也有我们的LINE的一个咨询室 如果你有任何的医疗的问题 都欢迎您去扫我们的QR Code 甚至呢 我们下方也有链接 那你也可以就是点在链接 加入我们的LINE的咨询室 你有任何的医疗健康相关的问题 我们都有二四小时 有专业的医护人员 欢迎来做回答 好 这个是免费不用钱的 好 另外的话呢就是 如果您对于今天我们的主题 忧郁症的一些防范 还有一些改善 有一些不错的方法的话 您身边或您自己 你觉得有不错的方法 也欢迎您在下方留言给我们 让我们知道哦 那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不错的方法 不错的方法 也不会吧 不错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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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内芝和小姑娘 스� 提供